热线12今日关注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印发 促进中央和地方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北京 男子因家庭矛盾杀父 医生帮助伪造死亡证明 广西南宁 女子骑车被踹案宣判 踹人男子被判十年 广西工程 女子离奇失踪 监控视频暴露幕后黑手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主持人圆圆 首先我们来关注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 提出了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 整合共享 促进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 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的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实施方案围绕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改革需要 以最大程度力气变民 让企业和群众少抛腿 好办事 不添堵为目标 提出了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 促进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信息系统 互联互通的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逐步推动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 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实施方案强调 要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的实践大势 其中包括加快消除僵尸信息系统 促进部门内部信息系统整合共享 推进接入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建设完善全国政务信息共享网站 促进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信息系统 互认共享等 去年 北京丰台区的一名男子 在和父亲争吵的时候将父亲杀害 事后 男子为了逃避责任 竟然花一千块钱 请急救医生伪造了死亡证明 昨天上午 这起案件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刘某今年47岁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 他一直和他的父亲一起居住 2015年 他的父亲被查出患上了肺癌 父亲打算卖房治病 但是刘某却不同意 为此父子二人产生了分歧 2016年6月12号 在争吵过程中 刘某用拳头和烟灰缸 击打了他父亲的头部及面部 并用胳膊扼压他父亲的颈部 导致老人死亡 等我父亲一下不挣扎了 完了之后 我一直到这个 当时我有点就清醒过来之后 等我起来之后 我看见他这个嘴里边 就是往外流血 鼻子也流血了 这时候发现有血液 完了我就赶紧起来 那什么就叫他 给他这个做这个心肺复苏 就这个急救 我知道我可能造成这个严重的后果了 因为当时我就脑子就乱了 就恐惧也乱 就一片空白 紧接着刚回家的刘某的妻子 拨打了急救电话 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 接到电话后 派出了急救医生王某 赶到了刘某的家中 急救过程中 刘某谎称 父亲身上的伤 是他自己摔倒造成的 提表额顶部有一个三 两三厘米的口子 然后做颜检 做颜检有皮下血种 什么瘀青 因为有外伤 因为有外伤 对 必须得报警 由警察处理 急救医生王某今年25岁 在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 已经做了两年的急救医生了 王某当时发现 老人并不是摔倒致死 而是另有原因 但是他在明知应当报警的情况下 却并没有报警 而且帮助刘某伪造了老人 是死于肺癌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 并收取好处费 人民币1000元钱 老人死后 刘某的妹妹觉得父亲死得蹊跷 而且哥哥刘某一直阻拦他去看父亲的遗体 刘某的妹妹便向公安机关报了警 2016年9月20号 北京市公安局封台分局 分别将被告人刘某王某查获归案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刘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致人死亡 被告人王某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 情节严重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刘某的刑事责任 以帮助伪造证据罪 追究急救医生王某的刑事责任 目前此案将择日宣判 说白了都是为了那点钱 一个是为了一套房 不认亲情残忍杀父 另一个呢 就为了一千元钱 跨越医生的道德底线 而结果 他们却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案件的审理情况 好 继续下一条新闻 去年9月 广西南宁一位女子在骑电动车的时候 无故被人踹倒 导致头部严重受伤 近日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一审判决 2016年9月15日晚 广西南宁市民小曾连车带人摔倒在路边 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 监控视频显示 他是被人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 踹倒在地的 事发后一个星期 南宁警方在一处工地 将肇事者卓某抓获 卓某向警方供述 当晚他骑摩托车经过案发地时 因酒后泄愤 想抢劫小曾的胯包 所以用脚将他踹倒在地 事后逃离现场 经鉴定小曾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 今年3月27日 小曾被踹案在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 公诉机关已抢劫罪 对肇事者卓某提起公诉 庭审中 被告人卓某当庭翻供 否认蓄意抢劫 法庭经过进一步调查取证 认定卓某在侦查阶段 所作供述相对稳定 并与其他灾案证据一致 因此对其当庭翻供不予采信 5月17日上午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卓某犯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被告人卓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小曾经济损失 共计人民币13万余元 近日山东烟台警方抓获了一个小偷 这个人偷到技术相当熟练 常常是在店主的眼皮子底下偷东西 他到底是用了什么障眼法 最终又是如何落网的呢 这是2016年10月13号 山东省烟台市牧平区 一家超市监控录下的画面 这名戴着头盔装作打电话的男子 趁着店主转身的功夫 迅速抓了一条箱烟藏在身后 随即躲在货架后面拉开拉链 把香烟藏在了衣服里 整个动作相当熟练 一气呵成 不光是牧平区 支服区以及威海市初孙镇多家超市 也发生了系列被讨案 而实施盗窃的竟是同一人所为 这是牧平区一家海产品店监控录下的画面 当时这名男子谎称要购买海盐 被偷的这包海参价值2700元 店主也是在事后清点物品时 才发现海参被盗了 在系列被盗案中 该男子还顺手牵羊偷过一个包 包里有一万 另外这名男子还特别爱偷玛瑙 玉石以及手串等饰品 其作案手法如出一辙 全都是借口买别的东西 然后趁店主不备下手行窃 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 慕平分局将个庄边坊派出所 接到报警后 展开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民警发现 这名男子作案时 都是骑着一辆无牌无证的 白色踏板摩托车 作为交通工具 由于他流窜各地作案 行踪不定 警方一直无法锁定犯罪嫌疑人 直到今年3月 慕平区关水镇一家商店 又发生了盗窃香烟的案件 此次犯罪嫌疑人 是开着一辆车来进行行窃的 经过调查 这辆车的车主姓金 山东省烟台市支服区人 今年50岁 不过金帽身份证上的照片 是年轻时候照的 与监控画面中犯罪嫌疑人 差别很大 警方也不能确定 犯罪嫌疑人就是金帽 直到今年4月16号 民警在实地摸牌走访过程中 发现这辆车和犯罪嫌疑人 驾驶的白色踏板摩托车 停在了同一个地方 民警当机立断 立即对犯罪嫌疑人金帽展开了抓捕 金帽对自己盗窃的行为供认不讳 陆续交代了自去年2月份以来 先后盗窃17起 事案价值近10万元的犯罪事实 经调查金帽有过多次盗窃贤科 2003年在燕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多家超市盗窃香烟 被法院判处8个月有期徒刑 刑满释放后他又重操就业 2010年被蓬莱市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4年零6个月 2013年减刑释放后 一直待业至今 经过多次打击处理的金帽不知悔改 2016年3月 他又因盗窃 被燕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弗莱派出所行政拘留15日 之后又被燕台支付警方 列为网上追逃人员 有过多次犯罪前客的金帽 遗属累犯 他将受到从众处罚 近日陕西韩城一个三岁女孩 手指被卡进吃完的糖果瓶里 消防人员在救援的过程当中 小女孩不但不哭不闹 还唱起歌给叔叔们加油 蒙翻了现场 经检查糖果瓶口与女孩手指间 几乎没有缝隙 瓶口的厚度大约34毫米 瓶身较长 为了防止糖果瓶划伤女孩 消防人员将糖果瓶剪切成两部分 在糖果瓶的前半部分 先锯开一道口子 利用两把钳子将口子撕开 随后女孩的大部分手指露了出来 然后消防人员继续对韧性更强的后半段进行剪切 考虑到女孩的年龄小情绪不稳定 消防救援人员不断和她聊天 但是没想到小女孩不但不哭不闹 还唱起歌给消防人员加油蒙翻现场 你在幼儿园老师教你唱歌没 唱了 唱了什么歌呢 你想想 你叔叔唱一下 唱了什么歌 经过15分钟的紧张救援 女孩成功脱捆 我们都知道高速路上车流速度非常快 一定要谨慎驾驶 要不然就很容易出事故 这不近日在福建全南高速公路上 有一辆车突然掉头 后车措手不及被撞了个地朝天 事发时来自浙江的戴雨市正驱车行驶在全南高速往泉州方向的车道上 当车辆通过观音山隧道出口的时候 前方的银灰色小轿车在隧道口突然掉头 戴雨市来不及躲闪迎头撞了上去 事故发生后银灰色小轿车车头受损 而戴雨市的车则由于撞击力度惯性翻了个地朝天 原来银灰色小车车主林某误把隧道口的警车和紧急车辆悠转处当作普通掉头区 导致意外的发生 所幸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交警队林某执行了G12分的交通违法处罚 隧道出入口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掉头区 这个是我们执法部门交警等相关部门的话 在那个事故处理或者应急处置的时候使用的 而不是让小车去掉头的 这个掉头的这个行为是极其危险的 因为你掉头过来的话那边从隧道出来的车辆的话 很难够能够看到你车在那边 而且也不会意识到说有车在那边会掉头 这种事情的话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 下面进入今天的寻人信息播报 如果您有需要寻找的人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官方微信和我们联系 家人寻找张亚琴 张亚琴女1994年5月30号出生 2009年11月26号在浙江省义乌市北院街道 陵云小区附近失踪 失踪时身穿黑色上衣 体貌特征一个发旋有酒窝 知情者请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1840533 寻找亲人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裁血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热线故事 钟明是广西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 还有10天就是钟明妻子的预产期 然而就在这时 钟明却当街被一群男子打倒在地 带头打人者称 自己的妻子已经失踪三天了 而钟明和自己的妻子关系不一般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黑夜之中监控之下 女子离奇消失 一段宾馆监控揭开并扇一角 他们是好像是在回避一些东西 失踪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广西宫城 女子离奇失踪 监控视频暴露幕后黑手 热线12即将不出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钟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走在回家的路上 还有20天就是妻子的预产期 想到这里她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突然从路边冲出了几个黑影 不由分输就将她打倒在地 反正叫了好多个人过来 就打我 头啊 肚子啊 背啊 都有提 打 由于民警及时赶到 钟明只受了点皮外伤 而袭击他的人也都被带到了派出所里 其中带头的是一个名叫冯小斌的男子 据冯小斌说他的妻子彭娟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了 手机也联系不上 而此前他多次看到钟明出入妻子的服装店 并且行迹可疑 他就怀疑他们两个人有这种青春关系 然后去查 去找他 就问他这个他老婆是不是被他给带走了 我知道他跟人联系 但是我不知道这种关系 因为我以前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说过 我说不要聊那么密切 我说不好的 但冯小斌的说法让钟明感到十分委屈 他说自己确实找过彭娟 但两人之间纯属正常的业务往来 这个钟明他在银行工作 是那个银行的那个客户经理 他也结婚了 然后现在那个老婆有孕在身 他会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那时候是怀疑太多 冯小斌说 他和妻子彭娟已经结婚八年了 然而通过调查 警方却发现 其实二人早在2014年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之后也并没有复婚 既然已经离婚了 那么冯小斌为何如此关心彭娟呢 彭娟又是否遭遇了不测呢 冯小斌表示 两人当时离婚 只是形式上的 目的是为了给彭娟的服装店筹起资金 他在外面贷款的时候 那个银行的业务员就跟他说 你这个客户号已经被那边的银行锁死了 放不出来 所以你这边是贷不到贷款的 所以说我只有想到这个办法离婚 原来几年前冯小斌 因为生意失败 欠下了不少外债 导致自己的银行信用受损 死后的他也一直没有正式工作 服装店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为了能够贷款成功 夫妻俩上演了一出离婚闹剧 去办了离婚手续 然后住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平时他们去进货 还是以夫妻名义去那边进货的 2016年10月14日一早 彭娟离家前往广州进货 并且约定当晚搭乘动车返回工程 谁都未曾想到 彭娟这一走就再也没了消息 据冯晓斌说 他最后一次联系前妻是在14日晚上7点 当时彭娟在电话中称 他已经搭乘了前往工程的动车 根据冯晓斌提供的信息 民警调取了彭娟的乘车记录 发现他的确在14号晚上 从广州南站搭乘了前往工程的动车 在位于车站广场的一处监控画面中 民警发现了一名疑死彭娟的女子 他当时提了一个小托车 火车上面经常用到的那种 拉护的一个小货车两轮的 上身穿黑色的衣服 尽管监控拍摄的距离较远 家属们还是一眼认出 这名女子就是失踪的彭娟 可是在这段不到一分钟的视频里 民警却发现了问题 他出来以后 这个没有徘徊 直接朝到一个方向就走过去了 那给我们的分析就是 他肯定是有人跟他通过电话 告诉他在哪里等他 你直接过去找他就行了 平时正常的话 坐车的话都是在动车站出站口那里 而他是往六个方向 他那个地方经常是停私车的地方 而按照彭娟行走的方向 他本应很快进入车站的停车场内 可办案民警观看了许久 始终未能发现彭娟的身影 显然在停车场的某处监控思角内 有人正等待着与彭娟见面 而随后的几个小时 车站周边再也没有出现过彭娟的身影 民警分析 他已经被人用车接走 在这个时间段 在这个路段 这个经过的这个车辆 我们都认证地筛选 重点是针对有这个女乘客的这个车辆进行来 都没有效果 都没有发现这个 接这个女子的车辆 视频侦查迟迟打不开局面 警方决定对彭娟失踪的其他可能性进行调查 如果他真的不跟家里面联系 他肯定有我们说的住的地方 休息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安排了一组 对这个秦城周围的这个一些宾馆 进行那个走访个调查 当走访到一家快捷酒店时 前台的服务员向民警表示 在彭娟失踪前 他们经常看到他和另外一名男子 一起出入酒店 这个服务员对这个 跟那个彭娟一起入住这个男子 印象很深 因为他经常到这个酒店来开房 而且开的都是重点房 他一般在开房 以后这个女儿一般是一个钟头两 半个小时才去的 通过调取宾馆的监控视频 民警发现 在彭娟失踪的前一天中午 这名男子再次来到酒店 并且开了一间房 整整一个小时后 彭娟背着黑色的双肩背包 出现在酒店的监控中 和在动车车站时一样 他没有片刻犹豫和停留 而是直接上楼 走进了男子的房间 从他们的这个 开房的情况来看 他们是好像是在 回避一些东西 或者是想 不给这个外人发现 无论是男子的体貌特征 还是开房时登记的身份信息 民警对他都并不陌生 这名男子正是一度被排除嫌疑的钟铭 觉得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不一般 也超出了业务上面的关系 他们一起去开房 这个很明显了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很亲密 通过进一步走访调查 民警了解到 钟铭在10月14号 并没有到银行上班 而是以陪护妻子为由 请了一天假 在当天下午 他还曾向朋友 借过一辆银灰色的小货车 朋友借车 说去问乡下一个 叫莲花的地方吃喜酒 这是第二天早上 8点钟钟 我还车给他 道路监控显示 当天傍晚 钟铭独自一人 驾驶借雷的小货车 朝着莲花镇方向行驶 可当行驶到一个路口时 他突然原地掉头 将车停在了路边 在停下来之后 他做的事情 就是把那个车牌给拆了 而在取下车牌后 这辆汽车改变了 先前的行车路线 一路朝着高铁站方向驶去 21点51分 也就是彭娟 走出站口的三分钟后 这辆小货车再次出现在 离车站广场 不远的监控视频中 离这个彭娟进入四角 那个盲区 时间就刚好能够对接上 这个车辆就很有问题 时间地点特定的人物 这些都对上来 民情需要的 这是一张车辆正面的清晰画面 而到23点05分 监控卡口第一次捕捉到驾驶室内部的情况 此时 在车辆的副驾驶座位上 突然出现了一名女子 通过与车站截图进行比对 民警确认 这名女子正是失踪的彭娟 而在23点11分 这辆车赛当晚 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视频中 随后进入到一个名叫 皇家镇的村子 这个村的尽头是茶江河 那个河边的话 到了晚上基本上是没有人的 而且河边周围也没有住户 三个多小时后 凌晨2点51分 小货车才再次出现在村口的监控中 而此时驾驶室内 已经只剩下钟鸣一人 这个副驾驶是空的 这个没有人了 反而在这个小型货车的尾箱 出现了一个类似于 人的形状的折物物体 还有用这个草和这个树子 折挡了迹象 所以我们分析判断 这个中鸣应该是把这个彭娟 给杀害了 然后放在车尾箱 随后的几个小时里 钟鸣驾驶着货车 一路行驶在夜间偏僻的乡村公路上 5点06分 这辆汽车突然驶入 位于红岩村附近的一个水库 几十分钟后 当车辆再次出现时 后车厢里的人形物体 已经被清理一空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把铁锹和一个水桶 这个尸体应该是被这个钟鸣 把它处理好了 要不然是扔掉了 或者是对它进行了掩埋 在掌握了大量证据之后 警方判断 钟鸣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专案组立即组织警力 对其实施抓捕 在民警出示种种证据后 一直百般抵赖的钟鸣 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我都知道我自己杀了人 证明肯定很大 杀了人反正在法律上面 总是排第一的 在外人眼中 钟鸣是一个责任感强 重视家庭且十分照顾妻子的男人 可是如果钟鸣真的是那么重视家庭 他又为何在妻子怀孕期间 和彭娟频繁出入宾馆呢 钟鸣和彭娟之间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据钟鸣交代 他与彭娟是在2014年7月认识的 当时为了获得贷款 彭娟跑了许多银行 可是都遭到了拒绝 直到那一天 他遇到了钟鸣 当时没有什么 就是当作一个普通的客户 就是拿资料过来就办资料 在两人的接触中 钟鸣逐渐对漂亮大方的彭娟 产生了非分之下 而在看到彭娟的离婚证后 他更是忘记了自己 银行职员的身份 不但没有认真调查 反而在心中打起了小算盘 他会回我会取买 然后就也是经常接触 反正久而久之 就日久生情一样 出于一己私心 钟鸣为彭娟的贷款开了绿灯 这已让两人的关系进一步升温 尝到甜头的钟鸣 此后更加得寸进尺 开始不断地借着工作的名义 接近彭娟 而在那段时间 冯小斌一直在外地打工 很少回家照顾前妻和儿子 彭娟只能独自一人 维持着家庭的生计 一天晚上因为劳累过度 他倒在了家中 有一次就是他半夜肚子痛了 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就送他去医院 然后他就对我产生了那种好感 然后就发展成了那个情人关系 屡次身处困境 钟鸣都伸出了援手 这让彭娟对这个男人产生了信任 可另一方面 为了儿子的将来 他又难以放弃原先的家庭 他说过 他不可能跟我结婚 他结婚 又跟我结婚 他前夫就会把他儿子带走 他对这个小孩 他是比较重视的 他不 据我的了解 他不可能丢下小孩 随着时间的推移 钟鸣的新鲜感很快烟消云散 而两人间悬而未决的关系 更让他逐渐失去了耐心 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别的女人 跟他没有可能了 没有可能结婚 因为我也到 差不多三十岁了 我就找了女朋友 就结婚了 2016年年初 钟鸣和妻子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直到这时 彭娟才如梦初醒 发现自己受到了欺骗 而钟鸣在妻子怀孕后 对彭娟的态度更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他开始有意回避与彭娟的联系 而即便两人见面 也总是以争吵收场 为了报复钟鸣 更为了挽回自己的地位 彭娟开始把怒火发泄到钟鸣妻子身上 面对着两人越来越深的矛盾 钟鸣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 给彭娟带来的伤害 反而将责任全部推给了对方 而钟鸣的朋友反映 他开始戒酒消愁 并且多次在酒后扬言要杀掉彭娟 一个是对他的家庭 还有给他的工作 带来了非常的不便利 挺麻烦 他觉得这是一个包袱 觉得要除掉他 2016年10月14日傍晚 钟鸣驾驶借来的小货车 早早地来到高铁站 并将车停在了一个隐蔽的位置 通过前一天两人的见面 他已经了解到彭娟当晚的乘车信息 在接到彭娟以后 他先是开车四处闲逛 随后两人来到了皇家镇村的一条河边 我想九点多钟 就想带着出去兜兜风 当时就简单的想 就是买了几罐啤酒 买了一瓶三十几多 四十度的白酒 因为一瓶是一斤装 那个女的啤酒喝了可能有五六罐 白酒喝了六六七两两 我问她想不想 就说喝啤酒喝得怎么样 她说没感觉 除了肚子上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问她还想不想喝点别的 她说随便 显然这样的酒量足以让一般的女性产生醉意 而根据彭娟家人的说法 她们此前从未见过彭娟饮酒 这个男的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 她是有预谋的去做很多事情 那女性喝了这么些酒 一般是会情绪比较激动 便于行人就作案了 而在十五日凌晨一点钟左右 两人在河边再次因为感情问题争吵了起来 随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当时也没 不知道怎么 感觉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 我也拿了一块石头 我就跑到她旁边 用石头砸了她的头 面对倒在地上的彭娟 这时钟明非但没有进行救助 反而将她拖到车辆的后备箱中 并用路边的树枝和杂草进行掩盖 最终导致彭娟因失血过多死亡 凌晨五点当车辆行驶到一处废弃的矿场时 钟明将彭娟的尸体抛弃在路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土坑内 我对不起她 对自己算是死神塌地的女人 现在被我打死了 还把她埋在这种荒芜然烟的地方 2016年11月 在彭娟失踪三个星期后 工程警方找到了她的遗体 因为一念之差 钟明用最极端的方式结束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也毁掉了两个家庭的幸福 好我们先来联系一下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程立更老师 程老师您看这两个人 从业务关系发展为情人关系 不但没有迎来幸福 反而成为彼此的这种负担 那我们先说钟明 他在这个有了家庭之后 他想切断以前的那个情感纠葛 按说这是对的 但是怎么又会发展成一起命案呢 我觉得是这样 人在社会当中是有很多的角色和关系要处理好 那么钟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原来是一个工作关系 其实那就应该是义务上的往来 那么后来发展了这种感情之后 我觉得倒也无可厚非 但是当不能走到一起的时候 能够不能够理性的来处理彼此的关系 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智慧或者是能力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如何把自己的人性表现出来 用正确的方式来去处理 可能正是对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考验 而他采取的最后是一种凶性和残暴 而且是挑战法律底线的做法 显然他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真的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深思 那我们再来说彭娟 显然他的做法也是给自己引火烧身的 他一开始因为有家庭 他又不愿意舍弃自己这个家庭 所以他没有给当时的钟明一个结果 但是后来看到钟明有了家庭了 他又割舍不掉这份感情 您是怎么看他这些做法和选择的呢 我觉得从他的整个生活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他对情感的处理 我觉得一直不妥 包括他原来的家庭当中 因为一些利益的处理 那么后来和钟明的这种情感 我觉得相互的产生感情 在最初倒也无可厚非 但是呢对一个人的爱如何付诸如何做 我觉得真的也应该引起大家的思考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热叫520 我们说我爱你 说得容易如何把他爱得好 说得好做得好 又不挑战我们的伦理道德的底线 可能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命题 好的谢谢程老师 就在钟明被捕之后呢 他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婴 小天使的到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原本代表着希望和欢乐 但是钟明亲手毁了这一切 该如何对待家庭 如何对待感情呢 但愿今天的故事能给您更多的思考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 他生活在黑暗之中 却心向光明 我希望今天帮助呢 也给大家带来一丝满意 他九年如一日 用行动诠释慈善的力量 那么只有他们真正的用心 他真正的独立了 才是真正的从精神上 经济上 我们一个是双支持 独望初心 逐梦前行 光明守护者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